由我老公得到病之後 我很有機會 認識了很多好的老師 認識了很多好好的 看了很多好的書 為何我們要去過難關 為何我們可以去解除這個苦呢 首先 我們要正確地去找一些智慧 去幫助我們去面對 處理這些苦 千萬不要以為我可以了 我懂的 我活到六七十歲 五六十歲 我怎會不值得去處理這些事情呢 其實 在馬懷程度上 我們是錯的 我們是在底子畫 為何呢 因為我們是用回人世間 從出生以來一直到現在的一種概念 去認知所謂的苦 認知所謂的生路病死 或者人世間的壓力 當我們在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拉開 拉闊的角度 去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這個苦的情願 會有不同的啟示 當我們有不同的啟示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 原來這些難關 我們都是一樣要過的 但是過的方法 原來是可以有選擇的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 可以去見譴揚法師的所有的這些 你們看到譴揚法師的說法 你們就會知道 還有最主要的 我現在都在學習的階段 我覺得要過難關 不是一個難關 那個難關 是很重要的 那個苦是一直跟著我們 如影如巡 但是只要我們有個心 或者我們放開我們的概念 我們的角度 作為一個普通人 我們嘗試去尋找這種智慧 當我們找到這種智慧的時候 我們再不是井中那隻青蛙 我們爬出來 看看這個世界 看看我們完全不了解 我們以為自己了解的這個世界 或者在所有的世情的時候 原來發覺所有的苦 都是來自我們自己的智慧 來自我們自己的心象 還有一件事 在我過去的年紀裡面 去看書 或者我很多時候 在每一個人身上學到東西的時候 我遇見過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 是我老公林中的時候的一個姑娘 她其實的條命都很苦的 比我很多人 她本身有病 有抑鬱症 她先生過了身 她家裡很貧窮 然後她覺得她自己 也是染上惡毒 她曾經很夢想 很害怕 那我就說 我沒有辦法幫你 你打電話給冤陽法師 是 有一晚她打電話給冤陽法師 冤陽法師不知道用了什麼的啟發 一些很有智慧的方法 開通她 當我有一天再打電話給她的時候 即是隔了一段時間 我再問她 我說 你最近怎麼樣 她說 冤小姐 我想通了 她說 冤陽法師是一個一邊 你也是一邊 我的兒子也是一邊 但我自己也要站起來 作為一邊 才可以成一個四方形的 我覺得她說得很好 所有的事情 我們都要自己 智慧 方法 方式 記住 虎是如影如蟲 但是 我們要在虎裡走出來 不是走出來那麼簡單 我們要在虎裡 看到虎 接受的虎 處理的虎 去面對的虎 那時候 不知不覺的 原來的虎 我們也值得放下 先來 我也要出願 謝謝 forwards 謝謝 謝謝